我代表了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來為大家說明這個廣次國愛院的 都市計劃的一個變更的內容 那因為我們這一次變更的內容 有涉及到主要計劃跟西部計劃 那原則上就是我們都市發展局呢 市政府這邊製作完都市計劃的一個草案之後呢 我們就在去年的12月24號公開展覽30天 那我們現在就是依都市計劃法 來辦公開展覽的說明會的這樣的一個程序 那這個案子公展完之後呢 這案子已經送到都委會了 然後等到公展完的時候都委會他就會排隊 那西部計劃的部分呢 就是在市都委會這邊做審議 那主要計劃的部分呢 還要提到內政部的都市計劃委員會去做審議 那等通過之後呢再公告實施 那以下我的簡報大概公公大家參考 那其實廣磁的範圍呢 大家大概都很熟悉 就是在福德街大道路還有林口街跟福德街八里四項這個範圍 那它全部的面積大約是六點多公頃 那其實廣磁在九十五年的時候已經進行過一次都市計劃的變成 當時是從機關用地變成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商業區第三種商業區還有公園用地還有部分的道路用地 那因為當時是希望說 而且當時有考量到這附近的那個住宅很多 然後公共設施的一個呼水準是比較不好的 所以當時是把機關用地它的容積率本來是400 那有把它降到最後整個這塊地它的總容積是第三種住宅區 也就是225的這個量有進行這個降低的一個動作 那因為這個廣磁國外院這個案子 當時是希望市府這邊委託民間來做一個開發 但是後來那個開發案呢其實進行的不是很順利 那也解約了 所以現在就是市府才要自己重新來檢討我們這邊的後續開發的利用 那這一次會變更主要就是一個原因就是配合市府這邊的公營出租住宅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然後想要一併納進來社會福利用地這邊 然後來進行一個綜合的規劃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民眾大家都會關心這附近的開發之後的一個交通服務水準 還有停車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我們也是朝向說在這個部分都可以負荷的狀況下呢 我們把我們把因為要納入公營出租住宅 所以把那個容積率就是開發強度再提高 但是提高的前提是也不超過95年變更的時候那個機關用地的那個容積率的量這樣子 所以就辦了這一次都市計畫的變更 那基地目前呢 其實我剛才講的社會福利設置用地呢 就是在這個區塊 等於說是基地北側這個區塊 然後這邊沿大道路福德街這邊就是有商 第三種商業區 然後左側福德街發的四項這邊呢 就是公園用地 那現況的使用上呢 就是福德平宅這邊總共有六棟 那兩棟是已經完成報廢的程序 然後其餘四棟呢 現在目前有公 就是電影委員會補助的一些電影在這邊做一個拍攝的動作 還有就是警察他們在演練攻堅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練習的使用 然後廣時博艾润這邊呢 就是有跨到第三種商業區的這邊呢 他現在的狀況就是已經拆除了 那還沒有對外開放 就是用圍裡做一個區隔 然後公園用地部分呢 就是有部分開放工大家來使用 左下角這邊還有公福德派出所在做使用 那我們知道說這邊有許多老樹 那這也是就是市民大家朋友關心的一個問題 那這邊大概有受保護樹木是14株 然後樹群的部分呢 非受保護的部分是600大概5株這個數量 那後續我們在規劃設計的時候呢 也會去注意到小心這個部分 然後盡量以不要去影響太大的這一個方式來做一個處理 那接下來就進到我們計畫內容修改的這些部分的介紹 那就像我剛才講的就是這一次會要進行都市計畫的這個調整 就是因為要加入公民出租住宅的這一個項目 那所以我們因為我們的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那個主要計畫跟細部計畫裡面 都有增列公民出租住宅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因為這個部分是95年的時候沒有的 然後為什麼要做公民出租住宅 就是希望說可以滿足市民的一個基本的這個居住的需求 還有這個一個居住品質的提升 然後因為這個公民出租住宅的政策呢 所以我們要調整這個開發強度 然後就是在周邊的環境交通 停車的需求都可以負荷的前提之下呢 我們把這個主要計畫裡面的這個開發強度 去提高到400的這個上限 那這個上限呢 也就是原來機關用地容積率400 這個是相同的 就是我們沒有去超過它以前機關用地的這個容積率 那在細部計畫的時候呢 一樣我們是去調整這個容積率最高 就是整個total加起來 社府用地第三種住宅區 第三種商業區還有公園用地 所有的容積率加起來就是不超過400 那我們看到土地形容分區這邊呢 我們就是調整了 因為社府用地它原來的容積是210 那這邊加起來的容積當初的95年的規劃 就是不超過第三種住宅區的那個量 那現在我們就是為了公寧出租住宅 所以把社會福利設置用地的這個容積從210調到400 那這整個加起來的量呢 是也不會超過那個原來機關用地的容積率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之前的95年的規劃是那個商業區的部分要整併福德派出所 那這個部分因為福德派出所現在它還沒有到達它的使用年限 那它後續的一個使用就是看它之後的一個狀況再來做調整 所以就不用先在我們這個計畫裡面就不會去規定說要把它整併到商業區裡面 那因為大家都很關心這邊的停車的需求 然後在95年的計畫的時候也有承諾說就是要在公園公園用地下面設置地下停車場 然後提供小汽車500個車位還有機車500個車位讓周邊的居民大家可以來使用方便停車 那因為我們現在經過交通局的評估就是其實我們的社會不利設置用地裡面的建築物的量體 還有那個第三種商業區的這一個建築物量體 它所要配置的那個法定停車位呢其實已經可以吸納周邊居民大家的需求了 所以就是未來當然未來的方向就是希望就是這個周邊的停車位的需求可以直接吸納到這個開發建築的量體裡面 盡量就是不要去開挖那個公園用地的地下的一個空間 那當然就是這個後續還是有一個彈性就是實際的數量啊騎乘都一樣是未來會考慮到周邊的一個需求再去做調整 那另外就是在細部計畫裡面呢因為這邊的建築量體的開發它一定會衍生一些就是停車的一個需求 那這一些部分呢也都是要因為要降低對周遭環境的一個交通風景 所以也都是要也真的這個需求都是要求來做一個內部化的一個這個這個動作 然後希望就是降低對周邊的一個衝擊 那另外就是因為實施進度經費這個部分呢 因為95年到現在這個開發時程跟開發方式都已經有不同了 所以我們就是配合修正相關的文字 以例後續的一個開發 那因為廣磁它原先是要朝向一個整體規劃的方式來開發 那因為現在是分社補用地還有商業區這樣子這樣的區分來做開發 所以我們就是把整體規劃這個部分做一個調整 然後公園用地的部分呢就是未來配合商業區還有社補用地的開闢時間 我們再一並多開闢 那以上是計畫內容部分的說明 那這個案子呢 只要在場的各位或者是回去家裡有親戚朋友有意見的話呢 都歡迎用書面的方式 就是記載在這個紙上 然後就是郵寄到我們軍事計畫委員會 或者是說到都發舉都可以 我們也會轉給都委員會 那就是希望大家把自己寶貴的意見就是寫下來 然後到時候讓委員都可以知道 那寫的時候呢就是要注意 個人資料那個姓名啊還有地址電話這個都就是要填寫 因為到時候都委會要開會的時候 他會通知書面通知大家來現場 然後發表意見 這樣子委員才會更了解你們的想法 那以上報告謝謝